光滑有温度,生活有态度,大家好,欢迎来到CK房谈,我是Kevi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中等大小的户型 先来看基本信息 4个卧室,3个洗手间,同时有书房 室内使用面积是2393平方英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休斯敦西郊的Richmond 不过这个户型在休斯敦其他社区也可以兴建 来看房子万里面,平无眼搭配横平素质的线条 整体现代风中也能看到一点意大利风的影子 墙体乳白色,边调深灰色,颜色对比鲜明,突出了线条感 进门之后,左手边是房子的第一个卧室 蓝色墙体搭配独角兽的海报 是女孩房间的装饰风格 从走廊接着向前走,左手边是房子的第二个卧室 走廊的对面是洗衣间 接着向里面走是一个有独立洗手间的套间 走廊的左手边是一个书房 来到公共区间,空间安排为 左手边是厨房,前方是客厅,而右手边是餐厅 餐厅调顶只12尺,一下子让整个空间更加宽敞舒适 天花板上的吊灯也很漂亮 餐厅这边有一个小彩蛋 就是墙体做了一个后移处理 外墙处留出了一个空白区间 可以放一个小喷泉或者中等鲜花 那从餐厅看出去会很漂亮 客厅很宽敞,尤其是一层面前的窗户 能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房间 来到主卧 接着向里面走是主卧洗手间 浴缸边上上下两扇大窗户让房间很明亮 我们接着向前走 你从主卧边上的窗户 也能看到外墙的留白空间 很精巧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外走可以看一下前方 弧形墙加上上方的悬窗 好漂亮啊 从主卧出来来到室外的带领露台 从院子回头看房子 经过粉刷白色的砖墙 最近特别的流行 好了,这个房子我们看完了 我们前段时间介绍过一个小户型 从性价比角度来讲很不错 不过如果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户型更值得推荐 餐厅的12指挑高 独立的洗手间的套间 还有餐厅外面留白的空间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的,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对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团队 关火有温度 生活有态度 这里是CK方谈 我是凯文 咱们下期视频就